现在我们说明如何进入游戏区 可以直接点选下图进入 或者从网站的左边游戏区这里 可以看到说明 可以直接从这边进入游戏区 以下来介绍游戏区 分级游戏总共现在有16种游戏 如果已经会了基础拼音的 就可以练习比较简单 比较easy的听音选字 比如说念man就直接选man 还有下面是听音的PK类 可以选功夫擂台或归兔赛跑的中选音 只要听发音就可以选出英文来 比较难的是单字高手 你必须要了解中文 然后把英文的单字拼出来 那两人对战的部分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键盘 两个人来做PK 左边请选1234 按住号码键代表1234个选项 右边的人或者是兔子的话 请按右边的 丛林减号等于斜线 分别代表1234 那两人对战呢 有归兔赛跑 坦克对决 还有超严肃板 也可以亲子共学 抢答的部分 有中选音音选中 听音选中文 听力的类型呢 有单字高手或是中选音音选中 现在我们就来进入游戏 来体验 进入游戏区之后 请先选择书名类别 对照了安联单字达人手册 学习手册上面 A是属于基础拼读字 B常见字 C主题单字 点选完之后 可以选测课 然后再从游戏这边 直接进入 然后按购 也可以从试 分级游戏总表这边 点选要选的测课 还有题库 选好之后 按购 总共会有16种游戏 请点选要进入的游戏 比如说 听音找英文 没有听清楚 还可以再按一次 好 龟兔赛跑类 这样现在就可以操作键盘 两个人进行对战 超严肃版 也是一样使用键盘 来进行游戏 打到了 坦克对战 两边进行 好 那请你要按着一号钮 注意坦克的枪口 它会往上升高 放开之后就会发射 有瞄准之后 生命值就会减少 如果没有瞄准的话 生命值就不会减少 好 太短的话 生命值就不会减少了 对对碰的游戏是两边中音做对照 好 我们再来回上页 第五个分课教材 Lessons 是针对基础拼音 刚学英文的孩子可以从这边来做练习 总共分成11课 好 按购我们进入 分成A I O E U 5个 有双语版选英文选中文 和对对碰 这边可以练习基础发音 这边都是以A 短音为主 让学生做比较 好 你也可以从这边直接进入课本的版本区 或者是测验区 阅读区 做练习 我们下词 Woods